各位熱愛集郵的朋友 大家好 很久沒有更新這一類視頻 今天就去了日本 7月份15到17日去日本參加全國遊展 第73屆全國遊展 拍完很久都沒有空整理和上來和大家分享 我們開始講一講全國遊展 這類似比賽級的東西 當然有些攤位會賣油票 這種比賽級是全國性的 即是國家性的 類似全運會 如果你對比運動比賽來說 這些每年都有的 要入場券 要付錢的 帶人類1000日圓 小朋友500日圓 不算貴的 今年適逢疫情後 第一次去這些大型小小的 國際性的遊展 很值得和大家分享 日本做事很認真 他會推出一本長行 這本長行我首先會介紹一下 這些全國性遊展 長行有講解一下這些收入 即是去年的收入 譬如會場費 各種收入和支出 他做得很清楚 每件事都很認真 這本長行主要就是 有作品有幾部參加展覽 即是參加比賽的作品 適逢今年大紅民國 成立七十五周年 即是 又請了韓國的集遊會 合作出了一些韓國的展品 那這本長行 又會有介紹各類 參加比賽的 這些展品的一些精華片段 非常認真 製作得非常認真 這些很值得我們香港 或者中國去學習 因為每年一次 這些大型遊展出長行 其實不容易 非常之難 正正錯錯 最後還有一些文獻 歷史的東西去推薦別人去買 各種高級研究的東西 手雕切手 介紹完這裏 又去JR錦絲丁站 JR錦絲丁站 旁邊的蜜田產業會館九樓 我們就跟著上樓上電梯了 上到九樓 有一個熱拉架放在這裏 告訴大家 現在開始了 向著展覽場館走過去 規模不算大的 因為全國油展 這個不算是大型的 有一個在 在淺草那邊的大些 有個牌 7月15、16、17日、3日 前面是買票的 我們跟著走進去 這些最前面 通常都是攤位賣遊票的 一眼望去 年輕的都不多 通常都白髮衝衝 老人家比較多些 小林 再裏面一點 就是 比賽的展覽場館 一框一框 都是國際標準的 每框16貼片 有些特殊展品 有些特殊展品 就放在這裏 給別人參觀 有些特殊的油票 有些農村之間的油證服務 有些特殊的實機風 好 這些就是參加競賽的展框 各種不同的參賽題目 這個地震 這個專門說 關東大地震的一個特別紀念油票 有一個專門的收藏 之前跟大家說過這一類的 傳統類的收藏 這就是油證用品 油自明信片的一部油雜 因為我自己都不懂得看 所以都是大家看過熱鬧 看一看 有些人在認真地觀摩油雜 大家都很認真地看 這個就是比賽 最後會評分 這些油證史類的東西 研究油速 我們都是走馬觀花 走過 看一看 帶大家看整個現場的實況 全國油展來說 就不算大規模 因為疫情順路才會去 疫情後想出國 到處看一看 順便拍一來和大家分享 這裡邀請了韓國集合協會的人 拿些油爪來參選 因為紀念 韓國成立75週年 這就是韓國集合協會的油雜 韓國陶瓷器 這屬於專題類 這就是 航空油簡的研究 總之 油證發行的東西 都可以仔細研究 都可以成為一部油雜參加比賽 要參加比賽 就要入油會 有些興趣會 入了一些會之後 用會員身份就可以參加 先從全國油展 拿到某個級別的獎 就可以參加國際油展 就出去和全世界的人去PK 看看你的油雜的實力 你的收藏的東西 和研究深度 這就是韓戰發生的時候 幾十個國家去支援韓國 他發了一號紀念油票 參戰國感謝紀念票 16個國家 當時的世界大戰 1950年 1951年的時候 這些油雜呢 就是這樣 油展帶大家看看 對 你